是 我再下看 她最后会买哪一幅画 就这幅吧 好的 你是来替苏小姐买画的 是的 舅舅 那这么说 她在来之前你就知道 她最喜欢的是哪一幅画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猜猜看 她最后会买哪一幅画 如果你猜中了 那这幅画就算是舅舅 送给你们的一份小心意 好吧 左手第五幅 左手第五幅 好啊 看看 这个行 好 现在就给您打包 我不是很喜欢 苏学一啊 你忘记那棵树了吗 苏学一啊 苏学一啊 你忘记那棵树了吗 好 就这幅吧 好的 谢谢舅舅的礼物 好 舅舅心疼晚辈 理所应当的 那就不打扰舅舅看话了 我先走了 好 真可惜 就差一点 就差一点 就从秦老板那里 把话逃出来了 肯定是那个 给秦老板打的电话回来 够了 你昨天晚上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怎么了 我不是说了我会继续调查吗 你可以查 但如果今天不是我出现在那儿 你早就暴露了 知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会在这儿碰上霍解 还是说 昨天和陈恒生说话的人 就是他 所以你现在知道了 他之所以会出现在那儿 根本就不是这么巧合 他到画廊 八成就是为了确定 昨天晚上 听到他们说话的人 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演的这出戏 能骗过他吗 我知道 向舅舅 是 你在哪儿 好像是 事情 他们 为了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